觀眾朋友 店鍋南麥教南 很輕鬆的做出餐廳大菜喔 蜜汁燒排骨 這個在餐廳算是大菜 就是不是那種便宜 你又便宜學會點菜 蜜汁那餐廳做法比較難 碰到店鍋南簡單 真的好漂亮喔 好用就簡單吧 好容易的味道 這湯真的好好吃喔 到底是什麼做法 可以讓平常做出蜜汁排骨 過筆餐廳更好吃耶 媽媽 抓筆緊張好 我們準備開始囉 店鍋南出好菜 趕快來歡迎下個店鍋南 吳炳城 吳師傅 吳師傅好 各位媽媽 大家好 這個夏天啊 對不對 我們要輕輕鬆做菜 不要太有油煙 沒錯 加膠之道料理也是一樣 用店鍋做 簡單但是出大菜 出大菜 而且媽媽聽到 媽媽妳覺得 不可能啦 真的 因為今天要做蜜汁燒排骨 對啊 夏天也是要請客 可是又不想要那麼累怎麼辦 對不對 來 交給我就好 好好好 來看看蜜汁燒排骨 蜜汁燒排骨 那通常我們三天做好 小排 對 這是扁仔骨 扁仔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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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孩子在家裡要吃 他等一下就吃起來整個用客 對…一拉 沒錯 蜜汁排骨為什麼大小都喜歡的原因就是 它的香氣很足夠 而且它有Q QQ 甜甜的感覺 對 跟皮 吃完還留那根骨頭 對…很有成就感 對…很有成就感 來 那餐廳做法比較難 要炸 碰到電鍋來 簡單 也不用炸 我們來過來這邊 好 好 排骨的部分 媽媽妳看 妳現在就在排骨頭裡面 好 嗯 我今天讓媽媽 今天這個蜜汁排骨 讓妳嚇一跳 簡單到說妳說 蛤 妳可以這樣做 欸 這個我發明的 這發明的喔 厲害了 來 排骨排進來之後 這個在餐廳算是大菜 就是不是用便宜 妳用便宜可以點菜 沒錯 對 那看我們今天買 那才百多元而已 喔 喔 一點油淋進去 我淋一點香油進去 增加香味 那妳就開火 喔 我剛剛差不多 四五滴的油進去 對 餐廳的話 或是沒有看到美食 峰會節目的話 妳要半鍋油 半鍋油 對啊 要蓋過那個 沒錯… 我們就說 先做煎的動作 煎排骨比起排骨更香 為什麼 因為它直接貼面貼鍋面 燃點亮直接燒 煎魚或什麼 滑滑滑滑滑 媽媽我問妳 妳要用錢 妳要把油溫滑滑滑 比較有辦法 對啊 那為什麼餐廳都要用炸 量大 喔 對 妳叫一個師傅 在那裡煎白骨子 所以這一點 我們就比餐廳吃香對不對 沒錯… 那這個部分 我會讓妳反過來做 我現在先香 先香嘛 很快 很快 你看 對 有燒滑起來了 你看 有快嗎 有 可是那個彎彎那一面 如果炸不大有沒有關係 炸不大 那彎彎這樣 前面兩點 有香 對… 主要都是這一面 這一面一定要讓它很香 媽媽 因為這邊有一件肉 比較糟糕 你不可以… 你看… 這個顏色就讚 有快嗎 這個讚讚 對不對 對 阿翔 利用這些油有沒有 好 你看 讓它簡單成這樣 做爆香 香的部分 順便做爆香 旁邊再給你看 好不好 這顏色讚啦… 讚喔… 讚喔… 你看 哇… 就叫這樣 哇 香味出來了 你看看 真的 對 對 謝謝喜春 真的是用煎的也OK 沒錯 比炸的還要香 對 來 這個時候媽媽就注意看 我們這個要讓它蒸醬 我們有時候會炸什麼 抓醬油 對… 要讓它上色 對… 要讓它有一個醬油的香味 所以現在吃有沒有 醬油把連進來 上色 有沒有 是不是開始在煮了 這時候把火關掉 放個兩下 對不對 進鍋 這樣就好了 來 你看喔 聞一下 這醬油好香喔 就是要這樣子 放進來 也有鍋氣了 沒錯 而且喔 通常媽媽都是怎樣 在鍋子一直煮煮 慢慢煮 怕 要完成的時候 對 對不對 我教妳 來 米酒 洗鍋子洗得夠乾淨 這最香的喔 順便讓它那個酒氣蒸發掉 那個酒都變咖啡色了 這下去 把鍋底的香都拉下來 蜜汁 在妳的觀念來講 蜜汁會用什麼東西做蜜汁 麥芽糖 麥芽糖 不然就是冰糖 去炒 下去炒 我跟妳教媽媽放什麼東西 這樣 簡單到 等一下 如果要輕輕鬆鬆做蜜汁 其實還要跟我們做蛋炒飯喔 這樣料理喔 我真的炒了三年 我才搞清楚哪裡錯了 蛋炒飯最重要就是軟 軟的香氣 從頭來一定要用蔥味去調 所以蔥比較多 所以這個蛋要像要蔥來炒 你說你要炒多香都有辦法 好好摘上那個蔥味菜色的甜味 對 然後每個飯裡面都有蛋香 齁齁齁 炒飯要香 竟然要用蔥味來炒囉 你那個酒都變咖啡色了 這下去 把鍋底的香都拉下來 蜜汁 在妳的觀念來講 蜜汁會用什麼東西說蜜汁 麥芽糖 麥芽糖 不然就是冰糖 去炒 下去炒 我跟妳教媽媽放什麼東西 妳知道嗎 甘甘甘 可樂霸館 可樂 可是可樂不會黏黏的 還沒 還沒做到那邊 你要先讓它燉軟 才能讓它黏黏的 我們先做燉軟的動作 來 可樂拌坪 可以讓它軟化 可樂裡面有什麼 蘇打碳酸水 可樂的甜甜是什麼 焦糖 不用茶 對 也對 對 夏天 媽媽用半罐可樂 是不是拿作菜大小 沒氣 用半罐 另外一罐喝掉 喝掉 妳看 唉唷 妳看做菜 喝可樂 可樂放進來 我還在幫我泡 好 放進來之後 我今天教媽媽 多一樣東西 既然我們做蜜汁 妳這個再加肉而已 所以教妳放 蜜汁 這個也很甜 可是好怪喔 蜜汁碰到蜜汁之後 變成什麼 蜜汁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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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目前底下的我們的可樂 是剛好碰到的我們的排骨 讓它軟化 那地瓜不用軟化 地瓜蒸熟了 它就甜 那等一下經過另外一個處理之後 受不了了 先做 先做 阿嬤記得這邊 兩杯 兩杯水 兩杯 這樣 這樣 你看 交給電鍋之後 你就把它拆下去 真的有這麼簡單嗎 真的 好奇妙喔 這樣子可以做蜜汁排骨 還有撇布 應該有 沒有的話也很奇怪 等一下 兩杯水之後 我們要看撇布到底是什麼 沒有可樂的味道啊 煮過怎麼會有可樂的味道 漂亮嗎 媽媽 煮到臨味的白骨 已經是香噴噴噴了 不過 白骨還要放在鍋裡面 把湯這麼舒服 聽電鍋難說 只要五分鐘 就能變成精口的蜜汁了 這個顏色好恐怖喔 好亮喔 越來越漂亮 越來越...對 好緊耶 好緊你看喔 有沒有 好漂亮 真的 蜜汁也不可能 蜜的我們這麼漂亮 真的好漂亮喔 好用 又簡單吧 對 而且只要加可樂 也不用在那邊調味 想說要加多少就對了 我媽媽再晃一晃 妳在晃的過程妳看 又在收汁 對 而且越來越亮 對 然後剛剛那些豬排的油 會逼出來 我們其實只有加醬油加酒 然後加半瓶可樂 就這樣 連調都不用調 對 又很鹹 好香喔 香噴噴噴 原來這麼簡單 不然你看兩杯水時間要多久 沒錯 兩杯水時間是一小時 妳要在這個爐子上放一小時 對 然後媽媽要顧 有時候又做不好的話 因為排骨沒有45分鐘是不會要吃 沒錯 好來 越來越香 這個 把火關掉 來... 芝麻 什麼肉淋進來 對 還有芝麻 而且這超入味 超入味... 好了 我今天特別加了這個 香菜梗 顏色又漂亮 用這個熱度就好... 用這個熱度就好 真的... 好香喔 香到我都快受不了了 好簡單 就做這個餐廳菜喔 比餐廳菜好吃喔 真的嗎 滾 這個呢 要快一點 試吃 有沒有 真不難耶 真不難 好 蜜汁排骨 醬肉排骨到底好不好吃 來 吃去 蜜汁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而且很甜耶 對 甜度都進去 甜不只是可樂的甜 它上面還有那個地瓜的甜 對 對 蘸在上面 又再有那個粉粉 因為... 我們這樣煎嘛 我們沒有加粉下去 沒有加粉喔 一般人加粉下去 對... 沒有加粉下去 可是上面就有地瓜那個粉粉 以前做啊 做法會弄一點粉去抓這個甜度 我們直接是今天把這個甜度呢 燉到肉裡面去 對 好像那個燉...那個肉喔 這個肉表面喔 0.2公分之內都有粉的感覺 真的 比餐廳的還好吃 地瓜還沒吃到喔 另外一種感覺喔 喔 地瓜 好容易的味道 這都真的好好吃喔 很像那個蜜地瓜 對 可是不會黏牙 是的 這個方法真的 真的 用這個做法比餐廳好吃 我家家家家家家 這樣 喔 謝謝... 學到一道 又簡單又好做 阿基斯 家常菜 好呀 每天在家喔 真的有... 有在做的人很多 真的會做的人不多啊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基本說沒有加 還是不會 像我們今天要做這道菜喔 等一下公布之後 大家都會覺得 哇 這也太簡單了吧 可是光... 這一樣料理喔 我真的炒了三年 我才搞清楚哪裡錯了 好 趕快先來歡迎我們的大師 讓我們歡迎阿基斯 阿基斯 你好 鳳師 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這真的是喔 家常到一個不行 對啊 對不對 不會炒這個... 這樣東西的話 就不要煮啦 但是其實很簡單 好 你只要說 那個麵包寄給我 你就都會想 真的 我一吃炒飯 就是因為我沒有師傅在旁邊 告訴我要做什麼 然後我都做錯 等一下我再告訴 一一的告訴大家 我哪裡錯 看跟你的一不一樣好不好 我們今天要做什麼料理 蛋炒飯 蛋炒飯啦 蛋炒飯 簡單嗎 哎呀 蛋炒飯炒得好吃 你什麼炒飯都會炒啦 我們今天 為了要介紹這個蛋炒飯 我全天煮這個飯吃得濃濃濃濃濃濃的 幾顆幾顆這樣 好 就是乾冷飯 對... 那現在呢 一步一步來 好 現在蛋炒飯最重要就是軟 軟的香氣底就來 一定要用蔥仔味去調 所以蔥仔比較多 不要欠 好 蔥仔不用說把它切到太油 好 顆粒狀 蒸得像爆香這樣沒關係 好 像我切成這麼大顆這樣 還滿大顆的 滿大顆 耐炒啊 所以等一下就是要把蔥汁都逼出來 就對了 對... 哇 所以這個蛋要像要蔥來搓 對啦... 所以它都一項 一項就一項 對啊 以前的蔥真的是便宜啊 對不對 傳統的口味就是用醬油炒蔥仔 對... 你說你要炒多香都有辦法 真的 我們現在蔥仔煮了 切切 現在稍微讓我們看一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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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了整圓整圓的這個飯 好 切了整圓的飯就表示它水沖沖沖 沖沖沖沖 沖沖沖沖 你現在要怎麼煮這個飯的水分炒到沖沖 而已 不過鍋子已經被煮得夠 Claro 對 炒得熱就好嘛 對喔 其實不對呢 怎麼會怎麼樣 用一個問題注意的水分把它蓋住 來,這一料 2,000先給iete 沖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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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你們兩粒兩飯粿到沒有飯粿差很多 什麼啊 飯粿粿的炒飯 兩千兩年 竟然要分開炒 再多炒飯 現在首先讓我們看一個 這個 割了整圓整圓的飯 好 割了整圓的飯就表示它水沖浸泡 沖浸泡的時候 你現在要怎麼煮這個飯的水分炒到大沙 炒飯鍋子過多久對不對 對 炒好乾就好了嘛 其實不對 那應該怎樣 用一個東西注意的水分把它吸收 蛋黃 蛋黃可以吸水 因為蛋黃本身有卵磷子 蛋黃本身是稍微食材元素當中 蛋白質最完整的一個食材 你現在煮這個兩粒下來之後 我們現在來 我再掛手籠 自兩粒炒飯 他現在 這樣就變黃金蛋子 黃金炒飯 他現在飯粒我們炒太暖了 你看我現在手在開開 這樣都開了 你現在兩粒叫下來 兩粒叫下來 兩粒叫下來 我常常說他的宿水你知道嗎 因為你自兩粒炒打傷的時候 飯粒就開開開 包在裡面 很Q 所以這就是人家做的那個金包銀 金包銀 對 而且我們現在 兩粒在飯粒不炒糊糊糊 你看醬醬 醬醬 醬醬 我還要把它炒 你知道嗎 你現在兩粒把它包好熟 現在飯粒熟了 因為一炒熟 很簡單 每一粒飯粒都開開了 真的是黃金蛋炒飯 你說這個時候蛋炒飯 我們會說不好吃 我們兩粒也沒有要炒到兩粒 稍後要炒熟 煮豆腐炒 所以它是里外一致的 媽媽 這個是 這個是五星級的做法 對啦 真的 因為我們就是把蛋炒得香香的 然後切一切就是要炒飯 但是 基本上 基本上你炒不成功 你飯炒不成功 而且以前我們也有想說 要做這個黃金蛋炒飯 但是都是直接把蛋啊 就下去 就是飯倒下去 然後把蛋也倒下去 在那邊炒 結果都不勻 就糊糊糊糊啊 沒有先拌勻 沒錯啦 會這樣糊糊你知道嗎 對… 你現在糊糊有什麼現象的 有些地方有蛋 有些地方沒有蛋 對 你糊糊也有什麼現象你知道嗎 你就是炒到整塊 會像粿這樣 對…黏黏的 黏黏的 有的都會教他們說去糊 去糊 切啦… 那都不對 不用這樣 我們現在 反正這樣最簡單啊 對…來 淡薄香油 現在淡薄乾淨油 你用動物用豬油也是OK 豬油炒更香 對… 我現在是香油跟沙拉油 兩個合併的 我鍋子把它燒熱一下 鍋子還是要熱對不對 對 還是要熱 不用煩惱這麼多油 飯炒起來不會油 剛才兩顆兩人 這些油剛才是我們煎兩顆 荷包蛋會用油量 所以等一下一吸收就剛剛好 好 用這樣來算就夠了 這樣來算就夠了 好 我現在來修仙 來這個 兩清先給我來 先炒蛋清 蛋清有水分嘛 對 蛋清先炒乾了以後 油裡面就沒有水了對不對 對 沒有水你才來炒蔥 才會香 不然你先炒蔥子的時候 兩清拌下去 你就兩清的水 炒蔥子一夾 好香喔 是不是香全都出來 媽媽 你們有這樣炒嗎 不是咧 我從來沒有這樣子炒過蛋炒飯 而且啊 我以前有炒過 蛋炒飯以前就覺得有兩種 一種就是把蛋炒香 拌到飯裡面 一種就是說像這個樣子 金鮑魚 可是以前這個金鮑魚 也不是這樣炒耶 都灑灑的在裡面那邊炒 真的金鮑魚在高級 對啊 我們現在這個 兩清炒好和蔥子煮 來啊 我現在 來先用這個盆子 我把它倒一倒出來 這個香氣 讓它放在這裡 不會燒掉 也不會把蔥子炒乾掉 這鍋 蔥子火的味道就很香了 蔥油的味道 那我現在繼續加熱 再來炒這個飯 對 現在再來炒這個飯 哇 高級的金鮑魚炒飯法 哇 這個炒真的 阿雞吃都會把家常炒 都變成五星級耶 對啦 幫它變金鮑魚這種飯店才有的 很多鐵板燒專門在講這個啊 對不對 對 我們也不可能那樣快快去去去去 所以再用手先抓好就好了 先抓好就好了 媽媽 你可以省掉很多功夫啊 真的 你黏著看這個飯炒得很漂亮 還要吃香 兩年很香 好 飯之後炒開了 來 現在蛋白和蔥子 進來 後面剛才有蛋白油的 你看剛剛還想說蔥很大一把 炒進去其實沒有很多 沒有啦 沒有多少 真的 來 媽媽 現在我就不要炒鍋 你就讓我這樣翻著翻著就好了 翻就好了 有嗎 這個時候 剛才剛才看到乾乾的飯粒 現在剛開始很乾脆的 有沒有 來 現在這個冬菜 冬菜會記得先用水泡乾淨乾淨 好 第一道不會那麼濕 第二道冬菜裡面有刷 在這裡拿到 好 沒有冬菜菜薄也可以 菜薄也OK 也OK 對 有沒有 有耶 對 所以要先炒有水分的時候 要把水分炒 對 沒錯 現在你看黃黃綠綠不是好吃嗎 真的真的 起鍋的時候 要用豆油 因為這個是冬菜的鹹 它沒有很均勻的跑到每一個飯粒裡面 現在一點點豆油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了 再把它炒一炒 再炒勻了就好了 讚讚讚讚讚 顏色又好漂亮喔 這豆油這樣 好香喔 豆油加到蛋就是香 真的 來 再炒兩鍋香油 OK 起鍋 起鍋 是 不說不簡單 說起來就很簡單 來…吃炒飯 炒飯…五星級的炒飯 吃吃看 好香喔 超香的 好好摘上那個蔥米菜顆的甜味 然後每一顆飯裡面都有蛋香 我看都包蛋黃嘛 那我先兩湯 好吃 然後再吃到這種 這樣放這個比較不會鹹 對啊 因為你吃就鹹是一點一點這樣 對… 它不會這樣整圓… 然後最主要那個蔥啊 有時候放起來 所以這個又是Juicy 你裹起來又有水 對 那個甜點都在裡面 嗯… 鳳叔你裹這個飯 你把它吃看看 你在印象中吃Sushi的 軟Q是不是就是這樣 對… 粒粒分明就是軟Q軟Q 但是這都蛋黃的效果 你看蛋黃要這樣子薄 冰冰軟軟軟 但是粉粿跟沒有粉粿差很多 好吃的我先去炒飯 媽媽 讚 吃吃看 謝謝 謝謝 薑吃大腸 在家都不敢做這道菜 因為每一位觀眾朋友 婆婆媽媽 你都會忘記什麼工夫 可以炒到切一切 真的嗎 要怎麼整個讓我們切一切 就變成肥腸這樣 炒就沒有辦法了嘛 這是今天的祕訣嗎 祕訣 喔唷 彭公公彭公公 自己這樣真的很好耶 嗯 對 其實很有嚼勁啊 可是又不會老不動